杜蘇瑞颱風即將來襲 而整個台東富岡漁港也已經停滿了漁船 船長們也忙著拆卸天線跟防曬黑網 並且用纜繩把漁船給固定起來 帶您來聽稍早訪問 為了避免再度上演2016年尼泊特颱風 把漁船派上岸的狀況 也有船長把船隻吊上岸 就是期盼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而目前台東的天氣 雖然晴朗萬里無雲相當炎熱 不過岸邊已經激起了 兩到三公尺的海浪 另外颱風來襲就怕海象不佳 為了輸運遊客上午下午 也將會有輪船從台東出發 分別前往綠島跟蘭嶼